近年来,骨质疏松症患者日益增多,人们对此越来越重视。 本月8号下午,泰国骨质疏松症基金会等在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举办了主题为 《骨质疏松症国民身体健康知识普及大会》。 举办此次国民身体健康知识普及大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知道 该如何预防骨质疏松症以及意识到骨质疏松症的严重性。 泰国骨质疏松症基金会会长歪来医生表示,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系统性骨病,特质是骨量下降和骨的细微结构破坏, 直观的表现为骨的脆性增加,因而骨折的危险性大为增加。 即使是轻微的创伤或无外伤的情况下也容易发生骨折。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多因素所致的慢性疾病,此症多出现于老年人, 原因就是人老了之后身体对钙的吸收能力开始退化, 于是一旦摔倒或轻微的创伤都容易发生骨折。 为了防御骨质疏松症,我们该多吃含盖高的食物, 比如奶类食物,绿色蔬菜等等,同时也要经常做运动。 此外在当天还有很多关于身体健康活动, 比如免费体检及销售保健食品等等。 很多人都没有关于身体健康活动, 因为人们有股脂肪活动, 如果他们没有股脂肪活动或是没有股脂肪活动, 他们会不会感觉到身体健康活动。 但当时他们已经股脂肪活动, 到时他们必须知道它是股脂肪活动, 并且是股脂肪活动, 他们必须能不能够在身体健康活动。 他们必须能够在身体健康活动, 如果能够在身体健康活动, 如果能够在身体健康活动, 就能够在身体健康活动, 就能够在身体健康活动。 最容易的就是股脂肪活动, 如果我们吃饭的食物和酸素, 和酸素D, 就能够在脂肪活动, 或者是股脂肪活动的股脂肪活动。 第二,是股脂肪活动。 股脂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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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figuraeted上体健康育活动。 心理力量的一个良好体 몸 sel油性性。 Obid 있어요, 这 motivating方法里面是因为 ahí的。 东盟卫视MGTV记者陈顺德 庄立明 泰国曼谷报道